台湾大小是要帶你來看到是清晨最新 这是在高雄古山 有一栋透天明宅 清晨四点半的时候惊传火警 当时屋主跟他的爸爸呢 第一时间有从顶楼跳到隔壁的屋顶来逃生 其余八名家人一度受困 还好的是警销到场之后 出动了云梯车赶紧救援 更多内容交给新美 下主播各位观众 画面上可以看到消防车民敌火速抵达现场 大火弟兄用动电锯破坏铁卷门 屋内已经起火燃烧赶紧涉水救援 不过浓烟已经在屋内乱窜 住户紧急避难到顶楼阳台 拿着手电筒求救 消防队员立刻出动云梯车救援 可以看到住户被救出口 一脸惊魂未定 小朋友吓得紧紧靠在妈妈身边 大人小孩连鞋都来不及穿赶紧逃生 高雄市古山区龙德路一间汽车保养场 清晨四点二十七分传出火警 屋内两个男生发现后 从高处跳到隔壁铁皮屋顶 再跳下一楼逃生 但屋内还有八位家人 立刻报警求助 我们来听一下收到现场访问 你老师车口吗 对 比较有安全吗 我帮你拍一拍 目前救下来两大三小时后 都没有人受伤 那后来又陆续在从路台的 在山口那边的阳台 又从那边就救出三位大人 根据警方初步调查 起火点在一楼的杂物区 研盘是电池充电不盛 引发火警 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至于详细的起火 亦已比较有火调科调查理清 以上最新主播 好 再来看到是东元电机的经营权之争 这爸爸跟儿子两个人的战争 是加开了一个赛外赛 就是现在在东元公司派跟改革派 两边的派别的相侦 影响到了另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叫做灵光科技 为什么会牵扯到灵光科技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灵光科技 其实他也持有这东元的股权 也因此在儿子的部分 黄玉仁的部分 他是因为他是灵光科技的董事长 所以他是以灵光科技法人代表 来担任东元的董事 那不是说了吗 他们在真的就是东元电机 东元集团这个两边的经营权 那如果说这爸爸把灵光给买下来 那不就儿子董事的席位就危险了吗 好 现在就是这么样一件事情 那爸爸黄茂雄就找了中家的董事长 叫郭冠群一起合作 成立的一个新公司 这新公司就是这家玉瑞公司 玉瑞公司跑去买灵光公司的股权 说一次要买它一半 让昨天在灵光科技赶紧各大报 头版都刊登一个广告 呼吁金管会应该要出来说说话 特别点名的是金管会的主委黄天牧 说应该要停止玉瑞公开收购案 但是现在在灵光这边 他们呼吁金管会出来管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说这玉瑞里头的股东 有一个叫做达胜五创投 达胜五创投里面 大部分百分之七十八的资金 来自于六大受选的资金 好 六大受选的资金 他们其实在投资的时候 有一定的规范的 那现在如果因为玉瑞要去买灵光 这可能会介入所谓的经营权争夺的疑虑 所以他们认为金管会应该出来讲讲话了 玉瑞要买他们法律上头 他们觉得有疑虑 但是现在政期局方面表示说 公开收购是采取申报制的 所以现在依现行的办法 不能够终止公开收购 面对的这些纷纷扰扰 现在看起来在主管机关方面讲说 他们是现行没有办法介入 应该会持续再继续往下走 两派的争夺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这爸爸跟儿子闹翻 除了经营权之外 儿子黄玉仁也曾经出来公开跟媒体喊话 说妈妈说了 说这个东元董事长邱成芝是坏女人 针对这件事情 黄茂元这个爸爸东元会长 昨天已经发了一个公开信 向社会还有东元董事长邱成芝来致歉 而另外再要来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这个社会市 现在我们不是讲餐厅不能内用 那大家都外带 可是这个老板他就很困扰了 他说基本上门口你应该有一个车位 让人家可以下车来拿东西 那门口确实是没有划线停车阁的 可是他们却长期被附近的一个路霸 以车换车的方式来霸占 最高纪录是六天里头 他曾经开过三台车轮流的来占位置 那对于他们来讲就很困扰了 所以主要跟对方好员劝说 结果反而被怒骂恐吓 让他们气得直接报案 绿衣男子熟练把停在店门口的机车 往旁边挪 再把休旅车停进去 但其实机车不是他的 没有告知车主也没留字条 隔几天他又来了 这回是换另一部车 餐厅业者出来请驾驶 把车停后面点别挡到门口出入 偏偏驾驶不肯听 双方爆发口角 他就开始做一个咆哮的动作 然后也是用三字经问候我妈 我妈那个时候当时就被他吓到 开始全身巴抖 有点心悸 他就说我今天我爱宜就以 全台北市我就是要占你这个位置 我有好几百台车可以做替换 没关系啊你动我的车看看 我让你的生意做不下去 我绕兄弟来 疫情三级警戒 台北市目前依旧不能内用 韩国料理餐厅只能做外带外送 顾客上门取餐 但门口车位剩不到一半 店家指控一名罗姓车主 长期用以车换车的方式 占用没有化险化车格的免费空地 六天换了三部车 一次不满劝说还恐吓店家 业者报案提高 已经构成了恐吓还有强制罪的部分 那我也去做警察局那边 做一个笔录还有报案 附近民众对这样一号 以车换车站车格的人物都相当熟悉 不过车主也出面喊员 车主强调自己没有违规 也没有恐吓的意思 台北市寸土寸金车尾难寻 像这样没化线的灰色地带 相关单位将会堪改善 别让疫情之下生意难做 停车又成为纠纷源头 记者综合报道